今天来聊一下新西兰目前的留学政策是怎么样 好的 那新西兰的留学政策的话 我想分享的是 关于留学生签证之前的动态是 今年是疫情以来最慢的一年 因为今年的留学生申请量非常大 但是移民官却在疫情期间走了很多老的移民官 所以现在新上院的移民官很多都是新来的 所以度度跟不上人员也跟不上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第一点 就是速度严重变慢 目前移民局给的时间是80%留学生是10周以内处理完毕 10周以内 之前是6周 其实去年来讲大概是6周的这样一个政策 政策放慢 第二个就在于资金这一块 跟大家分享 新西兰对于资金来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说资金来源一定要有相应的经常留学作为支撑 这个是真的是经验多的经验分享 因为很多具现的学生来找到我 都是因为过多过少 要么是真实目的性的问题 要么是留学资金的来源不清楚的情况导致的 对第三点就想给大家讲的 留学一个签证一个核心的动态就是留学真实目的性的问题 今年来讲 查的比去年更严格更加严格 所以在大家在做留学规划的时候 真实目的性一定要好好的规划 对 比如说你在国内读了本科在国内工作了好几年 比如说你是读商科本科毕业的 在国内做了几年的会计 你说你因为新西兰的老年护工想出了一个利好 你要过来读老年护工 然后直接申请老年护工 但你在国内也并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那你申请老年护工 那移民主就觉得你 护理性就比较狼了 对 有很多家长和孩子学生就会去问我说 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大的误导 政府鼓励留学生移民 是的 鼓励有条件的留学生移民 没有错的 但是问题是政府要看清楚 这是你是为了真实目的而读书 不是为了混迁证来读书 你明白这中间的区别了吗 明白 因为你这样 如果你是一个你过来读一个课程 跟你之前的工作经验和学历完全不相关 那移民局完全可以怀疑你是为了签证 为了拿着留学签证过来混准的 不是正处于真实目的过来读书的 所以就是说真实目的性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比较复杂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我们要结合你过去的很多工作经历啊 对你的学历啊 包括你过去的还有家庭的一些情况 还很考量的 还有第三个点呢 关于留学签证的话 一个核心点就是发明了态的问题 发明态就是家庭有态的问题 澳洲也是一样的 澳洲包括大家看到网上 我办法就拒签 过去这两年 澳洲大量的旅游签拒签嘛 还有留学生也拒签 发明态的意思就是说 你跟家庭的纽带 跟祖国的家庭纽带 那就相当于是你回国动机的问题 那比如说你就举个最简单的比方 你如果在国内家里有很多房子 父母有工厂 那你没有理由 会推在新西兰或者将来读完书之后找不到工作 你自留在新西兰你明白吗 但相反呢 你在国内可能没有 没有认可的相关的资产 或者是你的资产不是特别的有吸引力 或者是有特别家里有很好的一个收入 那你完全你有可能毕业之后 你找不到工作 可能你就滞留在新西兰或者澳洲了 我们说的 就是发明它有个回国动机的问题 但这四点一定要保重 对对对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关于新西兰目前做的办留学签证 以及留学市场的一个动态 新西兰整体来讲 根据去年来讲 留学政策是查的比去年要更严格一些的 对 所以我想跟广大金钱的观众朋友们讲 你办理新西兰留学 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课問 特别是签证这一款是附庸小事的 因为我遇到过还有一个例子 他们拿了很多录取通知书 最后来个继承其实是没有一定的 是 哪怕是拿了澳大拉奥克兰大选通知书 又能怎么样 最主要如果你最后来个签证据签 那其实一切都是没有一定的 所以我在想跟广大视频中的观众朋友讲说 通知书不在于多录取学校 不在于说你有多名校 关键点就是你要顺利的获得新西兰的签证 所以签证五小事 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顾问 来帮你办理 或者在办理签证过程中 一定要可以更加仔细绞心 确无麻烦行事